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红村的南湖 这里碧玉般的湖水 倒映着白墙带瓦的明居 形成了浑然天成的江南水乡美景 画里乡村真是美轮美幻 南湖上的这座石拱桥名叫画桥 是模仿杭州西湖平湖秋月修建的 电影《卧虎藏龙》中 李木白千马曾走过这座画桥 来到红村首先要看水 除了南湖美丽的水景之外 在红村的中心位置 还有一池外形像一轮悬跃的水景 月照 月照的避水和周围的明居 加上远处雷港山上的竹林 又是一步易景的美丽图画 每当夜幕降临 月照周边的灯笼就亮起来了 更是如诗如画 如梦如幻 看过美丽的碧水 我们再看看红村的人文和明居 这里是著名的南湖书院 过去的徽商特别重视教育 在这里修建了很多丝书 不少徽商都是从这些丝书中走出来的 明清的时候 有制道堂 启蒙阁等六家丝书 合并成了南湖书院 成制堂是清末大盐商 汪定贵的住宅 占地2100平方 整座建筑气势宏大 砖石木雕刻极其精美 被誓为民间的故宫 这是位于月照旁边的汪氏宗祠 这里是处理家族事务和祭拜祖先的地方 特别要指出的是 当地唯一可以进入祠堂的一位女性 名叫胡柱 是她主持修建了南湖 以及整个红村水系的设计建设 另外还有树仁堂 桃园居等等 都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又是美轮美奂的建筑精品 这些人文建筑和其他民居街巷 以及原住民和众多游客 构成了整个红村画里乡村的完美画卷 村口 这两棵古树 一棵是红杨树 一棵是白果树 都有五百多岁了 今天的红村 就如同这古树一般 既古老又年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